原标题,爱因斯坦手写遍条被拍卖两份心灵鸡汤超千万元成交20世纪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已提出相对论而闻名于世近日,他的幸福论阿滴原标题,爱因斯坦手写遍条被拍卖两份心灵鸡汤超千万元成交20世纪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已提出相对论而闻名于世近日,他的幸福论也在拍卖场上获得了极高的认可本周二。 10月24日,爱因斯坦在1922年于日本写下的两张德语遍条在耶路撒冷被拍卖,总成交价高达180万美元,约1195万人民币,其中一张遍条上写着,平静质朴的人生能比动荡不安的追求成功带来更多的幸福。 另一张遍条写的是有志者,是进程两张遍条的成交价分别为156万美元和24万美元1922年。 爱因斯坦前往东京参加演讲活动正式在这趟旅途中,他通过电报得知自己因为光电效应获得了上亿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帝国饭店逗留期间,爱因斯坦收到了日本邮递员送来的信件或许是因为当地没有小费传统,或许是爱因斯坦没有零钱。 总之他为钱来送信的邮递员送上这两份励志语录,并表示,如果你运气好的话,这些纸的价值将远远超出普通小费剧。 卫报、报道,写着幸福论的遍条起价为2000美元,在拍卖前的预估成交价仅为5000至8000美元。 然而在开放竞拍后,来自现场,网络和电话的出价便迅速拉高价格20分钟后,仅剩两名通过电话竞拍的潜在买家继续抬高价格。 最终如愿以偿的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欧洲买家这张便条的成交价也创下了以色列文件拍卖的新记录此前外界无人知晓这两张便条的存在,提供便条的是当时那位邮递员的亲属这位匿名卖家表示,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在当今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仍然有人对科学、历史以及永恒不变的真理传递感兴趣西伯来大学爱因斯坦资料馆负责人格罗斯,罗尼格罗斯对法新社表示,尽管便接没有科研价值,但可能会让人更深入地了解爱因斯坦的思维方式我们就像在为爱因斯坦画像,而这些信息就是马赛克拼图中的一个例子他说。